加拿大有十个省和三个地区 谈到最多香港人置业的就是 卑斯省和安大略省 今集我们请到在加拿大回流回来香港的 移民顾问Kelvin和我们谈谈加拿大的住屋 Hello,Kelvin Hello,Ice,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会建议一些成功申请移民 去加拿大的朋友 租屋先好还是直接买房子好呢 首先我们会先看看 本身客人的签证状况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第一,首先它要有加拿大公民 甚至它是有一个叫做封业卡 或者是一个叫做permanent residence 就是一个叫做永久性居民身份 甚至乎如果客人是拿着一个省提名讯 其实它就不需要给一个叫外国人的税 我以温哥华和温哥华为例 其实如果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就是没有刚刚我说三样的签证的时候 其实它基本上是要给20%的税率的 就是在楼价之中再加多20% 多伦多方面其实它就需要屋价再加多15%上去的 所以很多客人 第一,我们先看到客人有什么签证先 如果它符合了,其实就没什么所谓的 但我们一般建议都会先租后买的 为什么会先租后买呢? 第一,当然第一个税会有影响 第二,就是很多时候都会听朋友说 这些区好,甚至乎那些区好 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什么呢? 你住那区,你当然是说最好的区了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那区发生什么事 我们通常就希望客人亲身可能试租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感受到真的适合他 我们才建议去买 但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个教育 在那边我们会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就跟着catchman catchman的意思就是 基本上就是你住那区,就进入附近学校 即是校网 像香港那样 对,没错,基本上不用考的 你是直接住那区,它一定偏回你附近的 就是住宿那区 所以如果考虑子女问题的话 就可能去学校附近住就可以了 是的 如果租屋的话 有什么屋的种类可以选择呢? 其实它那边就跟香港有点不同 香港我们通常住开 你都知道都是高楼大厦 我们很少都住独立屋 因为独立屋很贵的 但反而那边的价钱便宜了 它有几种选择的 第一种就是叫独立屋 独立屋的意思是怎样呢? 就是真的有前后草地 可能连左右都有个围栏围住 我们叫独立屋 独立屋的好处是什么呢? 地真的来的 另外一种跟独立屋很相似 我们加拿大就叫townhouse 就是排屋 就是排屋 它跟独立屋有什么分别呢? 你会看到很有趣的 就好像六七间的独立屋 就粘在一起了 如果中间有些你会看到 可能左边就粘在旁边的单位 但是它有什么分别呢? 前后草地也会有的 但就会相对小很多了 而且地权也不是属于屋主的 属于屋苑的地权来的 再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好像香港很熟悉 就是我们的高楼大厦 就是宅宅 我们就叫做一房、两房 甚至乎三房的物业 用相同的成本 去到外国当然就想住大一点 但是住到独立屋的话 是不是又有兼顾的东西? 就是很多很多 其实是的 有什么兼顾得到呢? 譬如我先假设 夏天的时候 其实因为独立屋外面有草地 你知道你的草也会生长,要剪草 其实有些客人一开始不知道 他们就不理 如果旁边的轮舍 看到你的草 开始真的长到某个程度 而不会清理 其实市政府就会来你家 自动帮你清理 那还好 你以为还好 但接着他就要寄一张单给你 他就会帮你清理 所以很多时我们见到很多客人 都可能要聘请一些 真的帮忙打理花园 而冬天相对来说 真的费用比较多很多 例如什么进冬前要准备呢? 真的很多 第一,洗水间 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独立屋里面 外面的外围 其实是水间 下雨的时候 其实是帮你去水 不然它就会滲到你的家里面 或者导致漏水 那我们通常进冬前 其实我们就需要去到 将那个水间要洗干净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那边规定了 每一间屋 其实门前都会有一棵树 政府会种下去 有时其实那些树慢慢 其实你会知道很大的 但有时其实虽然可能有一棵 但是它其实可能原来 之前其实整条街都是树的时候 你的水间可能是好像铺地毡 那样完全是铺了树叶在那里 所以你如果入冬前 你就要清掉 否则它到入冬的时候 真的温度相对下降的时候 它就会冰了你的水间 那你就有时可能就会 甚至可能令到水间会裂了 那你就维修费会再多了 那另外入冬前还有什么准备呢? 当然你当然是那个暖水炉 还有你那个我们叫heater 因为通常夏天的时候 就不会特别去冲一些热水粮 就是可能都会 久不久都会冲一下 就是那个温度不太高 但是其实你入冬之后 那个热水炉的用量 相对地是比较多的 我们试过一些客人 是完全是没有你的那个热水炉 没有了整个没有你的几年 它突然间冬天的时候 那个热水炉是爆了 那那些热水就涌出来 那你如果当然了 如果找到人去製的 那当然是没问题了 但当然了 因为这些情况 基本上个个人都有时候疏忽了 那变上可能你一 call 个人来整个酒店 哎呀不好意思 我没有期 可能我一个星期后才来到呢 那你那个星期就不用 没有热水洗澡了 那你就会很冷了 那所以这些就是一些额外的费用 但还有一样东西呢 费用有些什么要给呢? 可能有些客人就未必会做的 就是什么? 鲜雪 那这个我真是深深感受到 这样的辛苦是什么呢? 因为那边的市政府也都规定了 下雪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客人就不会理的 有它啦 下雪之后 其实就有它聚在那里 但是其实呢 如果假设呢 是有某些行人 在你的家里范围 不是只是里面的 是连外面的那个行人路呢 如果你没有清到 但是它不小心在那里 滲在那里呢 其实它可以告你的 那所以导致到 其实一落雪的时候呢 每个人就会出来 怎么做呢? 灑盐啦 铲雪啦 那当然啦 One call就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多伦多就真的 雪就真的挺厉害的 那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就是什么呢? 我就试过一次 那One call真的落得挺大雪 那我晚上已经出定去铲 因为如果你不铲 第二天真是很高的时候 你会很辛苦 我那晚其实是铲了五次雪 是的 我铲了五次雪 都还你看到 好像地毯那样 铺了一泡在那里 那所以导致到一些客人就说 其实我已经 我已经退休了 可能我都五六十岁了 就是我怎么铲呢? 那可能你又真的可以 要可能拼请一些 可能一些人 来帮你去清晴那些雪 你这些所有用家的分享 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市区 住开高楼大厦的人 觉得真的有一定难度 还有要很有治理的能力 如果在加拿大生活的话 对不对? 没错 但是譬如当我决定了 我要租屋了 当然就要找当地的地产 还有很多租药上面要去处理的 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 其实如果你找到当地的地产的代理去做 其实比较放心一点 因为它全部都会有牌去监管的 所以它做的事比较正规一点 因为我们近期都见到一些 叫做类似骗案那样 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时候 通常外国的生活 就很少说 我找哪一个帮忙 很多时候可能自己上网 看到这间屋都挺漂亮的 可能租金也OK的 或者他看到就直达业主 可以直接谈 大家可以省下经济的费用 很多时候有些客人就说 我打去问和他谈 那个好像是业主的人 就会接到电话 其实他中间就会跟你谈 真的会好像说到是屋主那样 他就说我这区是怎样 甚至乎是里面的内拢是怎样 当然上网都会有照 但是他会说得出里面有些东西 就是摆设是怎样 他再跟你谈租约的价钱 他就说下一步就说 如果你有兴趣 那你就不如先入少少的 Deposit给我先 就是有少少订金 因为我可能是在多伦多的 但我的物业在温哥华 我又没有人管理 所以我就放在网上去做 如果你看得对的 你刚刚入了钱给我 我就寄一条铰匙给你 这些通常我们都见 大部分都是骗案来的 通常入了钱之后 就没有再赢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通常 我们都建议找一个 真正的物业代理去做 其实那个程序 甚至乎保障都会好很多 明白 那我们不如新鲜热辣 打电话给现在在温哥华的 Raymond Raymond在温哥华 做了30年的地产经纪 可能他可以说到多些 现在的资讯给我们知道